凤九心下有鲜脑 想着自己与这灯敏不过出处相识 即使灯敏地位再尊贵 可这问话也是唐突得很 怎还在打趣自己 便冷声说道 凤九不过是赏月罢了 殿下何出此言 灯敏见这女君口气不甚好 便出言公为道 灯敏只是见女君与这夜色相得一张 处暮处更洁清冷 虽然知道眼前的画面极美 可也生出了女君怀有心事的错觉 因此不自觉地就迎送了这首诗 还请女君不要怪罪 凤九听到灯敏的解释 心头脑意是去一些 淡淡说道 殿下的这首诗可是迎错地方了 凤九更无法体会诗篇里的这种心情 灯敏笑道 堂堂清秋女君 地位尊贵无比 财富更不在话下 还有什么是得不到的呢 又怎会为旁人旁事空力忠消 灯敏此言确实糊涂了 凤九听完灯敏的话静了一会儿 灯敏以为凤九不愿在此问题上纠缠 正想着如何岔开话题 却听凤九顺势问道 难道殿下认为 声望达到极点 权力极致巅峰时 就可以心想事成了 灯敏认真思索了一下 方答道 如果到达了那方地步 灯敏确实不知还有什么是得不到也放不下的 凤九听完灯敏的回答 久久没有作声 灯敏不知是否自己刚才的言论不符合凤九的心意 或是冲撞了他 便又在尴尬的静默中开口 是否灯敏所言太过狭隘极端 还请女精赐教 凤九摇了摇头 神思有些迷惘 说道 个人的想法不同 殿下能这么想 说明目前为止未有权力范围内做不到的事情 起码殿下是幸福的 灯敏不太明白凤九的言外之意 便问道难道女精你觉得自己不幸福 凤九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只说道幸福哪里会嫌多呢 灯敏点头复合 确实 多多一善 停了一会 灯敏续道 如此看来 女精也是个性情中人 凤九闻言弯了弯唇 说道此话怎讲 灯敏回想白日的情景 慢慢说道 女精既然对幸福有所稀计 那么白日里不愿意嫁人的那番言论 只怕有待伤却 幸福虽不仅仅只是婚娶 可也与婚娶一事脱不了干系 因此灯敏才说女精是性情中人 凤九有些惊讶于灯敏的联想力 便说道 性不性情我不乍乎 只是我确实无心婚配 因此才不愿耽误殿下的心思 灯敏听罢 复问道 难道女精果真是个无情之人 白日里的那番言论不只是托词 凤九仍是望着天空中一轮圆月 不带感情的达道 凤九所言句句属实 绝无半句虚言 罢 灯敏怀疑着望着凤九 托长声音道 若真如此 那为何初见灯敏时 女精你总是失神 恍惚 其后又伴作冷淡的样子 女精你这前后不一的言行 可真较然怀疑 你 凤九余色 转过头想要对灯敏解释 可又不知从何解释 只能说道 殿下您误会了 灯敏误会什么了 灯敏一脸平静地问道 还请女君名言 这 凤九吃除 也不可能当着这 庆乎陌生人的殿下 说出自己的心事 也只有单调地重复道 殿下去时误会 凤九对殿下 绝对没有其他的想法 你看 你自己都说不出来 我又怎能相信呢 灯敏继续追问 殿下相不相信并不重要 我已确实已决 凤九语带坚定地说道 女精你可是有难言之隐 不妨说出来参详一下 灯敏是探着建议道 殿下多虑了 凤九告辞 凤九觉得和灯敏说不通 也不想再耗费时间 便转身离去 灯敏见凤九一言不合 又率先离开 扩感无奈 他静静立了一会儿 吹了阵夜风后 方凭着记忆力摸回了客房 倒头大睡 一月 灯门 惠清早早便起了身 随米谷一起赶往急事 灯敏未见到凤九 便出言询问 米谷告诉他 小殿下一早就赶往九重天处理要事 灯敏便不再多言 只专心地调查清秋至理之道 这日凤九的确去往九重天 他想到昨日与成吞的口舌之争 虽然告一段落 可是自己也不能完全不管 这是后的搜寻事宜 如能近日帮成吞找回法器 抓回叛徒 自己才算彻底了解此事 不再落人口实 因昨日听天君留成吞赞助九重天 凤九便来这处寻他了 凤九并不知道成吞留宿在何处 九重天上公愿数不胜数 自己要怎么找他呢 看昨日他与帝君熟年的模样 帝君应该知道成吞在何处吧 凤九猜测 想到要去太成宫 凤九心里有些愁愁 昨天还和帝君耿着脖子 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不想再欠他的情 帝君还又在劝自己放手 那今日自己跑到他这太成宫又算什么呢 可是 自己只是单纯想让帝君指点一下成吞的住处 这一回绝对不是有什么非分之想 凤九这么劝慰自己 便鼓起勇气踏入了太成宫 按照帝君如此勤勉的个性 此时应该上完早朝 正在书房处理公务 于是凤九直接走向书房 可是书桌那里空无一人 凤九在书房看一圈 才在榻上发现了仍旧熟睡的帝君 凤九走近便闻到了一阵次鼻的酒味 想来帝君是昨夜喝多了方才一直未醒 可帝君从来不贪杯 昨夜怎会突然喝了那么多酒呢 难道是有政务上的烦心事吗 凤九忧心 遗憾自己鲜利低微 置机又不足 不能替他分忧 凤九望着踏上的帝君 细细地欣赏着他的睡颜 他很少能有这样的机会 不受打扰地与帝君独处 而帝君若是清醒 也绝不会与他长久地共处一室 这片刻的独处 有点像是偷来的 因此凤九格外地珍惜 想到帝君此刻仍在沉睡 自己做什么他必然全部知晓 凤九便放了心 坐上床榻 一动也不动地望着帝君的脸 不自觉地 凤九伸出一只手来 轻轻抚过帝君的额头 眉眼 鼻梁 凤九的手指轻轻摩缩着帝君的薄唇 就是这副薄唇 总是说出那么多让人又爱又恨的话语来 让自己陷入无限的伤心中 偏偏帝君自己却显得那么洒脱 私己此处 凤九轻轻俯身着了着帝君的双唇 见帝君毫无意识地认自己摆弄 凤九心里没有欣喜 反倒还有点对自己的恨 恨自己如此不忠用 他决绝地言辞都说过多少遍 自己还没脸没皮地硬往他跟前凑 如果他此时清醒 肯定要怪自己毁了他的清誉 急吼吼地赶自己走吧 想到这个可能 凤九心里有些恨恨的 也不轻轻啄唇了 而是不管不顾地咬上帝君的下唇 帝君许事感觉到些微疼痛 皱了皱眉了一声 然后微张开嘴 凤九的舌头趁势溜进帝君嘴中 在里面莽撞地探索 翻脚 吃馋 等了半天也等不到帝君的回应 凤九有些眉劲 缓缓地将双唇抽离 帝君的下唇处仍然残留了凤九的齿痕 凤九心里有些得意 又忍不住俯身亲了亲帝君 见帝君人物自睡着 凤九也不忍心将他叫醒 而是趴在帝君胸口处 微闭上眼睛 静静听着帝君的心跳声 虽然两人心与心之间的距离 像是巨大的鸿沟难以逾越 难以走近 可此刻 凤九在帝君心跳声的包围中 却觉得无比地贴近于他时 就这样再抱一会吧 凤九想着 既然都偷吻了 不如将偷抱的回忆也好好收藏 昨晚睡得太晚 今月又起得早 这会儿在帝君的胸膛中 凤九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 于是便放心睡去 想着帝帝君酒醒前自己再撤离即可 因此辨认困意清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息